香港回歸二十五周年的電視劇《獅子山下的故事》 除了可以跟一班老朋友聚會一齊聊天之外 我也認識了一個新的朋友 她叫做胡恆宜 即是電視劇裡面的女一 她裡面的角色叫做梁寬 她跟裡面的丈夫譚耀文飾演的李高山 那種的恩愛至死不如 真的令人很感動 胡恆宜作為女一 她的戲當然很好 胡恆宜究竟是怎樣出來的呢 話說她是1999年的香港小姐 奪得第三名 其實她是無心插冷去參加這個比賽的 話說那時候她也是讀香港科技大學的 生物化學科 即是Biochemistry 生化系 然後她就陪朋友去參加比賽 結果她當選女朋友不當選 她正在讀大學一年級 想起TVB說 不如你加入我們這個TVB大家庭 於是暫停這個學業 到現在都停止了 沒有再讀下去 她是一個理科的女孩 看不出了 其實她的成績很好 她自小也是去了外國讀書 所以她的英文很好 她本身也是一個有語言天分的人 我都問她 我問她 其實她都懂得幾種語言 她說她自己都覺得有語言天分 那就真的有語言天分 其實她除了有語言天分之外 她就更加有演戲天分 話說呢 我們拍這部戲的時候 她就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現場上搞笑的 她都會跟我搞笑 但是一到認真的時候 她說 小怪你不要吵她 她怕我影響她的情緒 我記得我第一天開工的時候 那時候跟她不認識的 去到化妝間 我又沒有戴眼鏡 她就很禮貌地說 胡一先生你好 好像有說胡一先生老師的 還是說山歌 我忘記了 總之很有禮貌 我說誰跟我打招呼 原來胡亨兒就是我們電視劇的女一 當然跟她打招呼 她說我小時候看我拍電視劇 可不可以加個微信 我們就加了微信 就是這樣聊了 然後就熟落了 就是這樣容易熟落 因為她的性格是很外向 而且很樂觀的 所以在片場裡面 我們經常聊天 經常說笑 她也經常萬歲 就是經常請大家吃東西 嘩 我們的劇組是大劇組 隨時有二三百人開工 加上那些群眾演員 就是三百個走不掉的 她也是照買那些套餐給人吃 每一次都花一萬元左右 所以她也挺捨得的 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她樂觀 還有她也懂得搞氣氛的 我記得我們那個電視劇 有一天我們做一個晚宴 原來我就做主持 誰知道胡亨兒突然跳上台 然後她還說 我還想你講幾句 然後她還說 除了監製、導演 拿一些現金出來給大家 工作人員來抽 我第一個拿出來 也都拿了不知多少錢 然後誰誰演員 你們都會拿 誰誰誰都會拿 於是呢 李智庭、陳家樂、吳千羽 全部在電視劇裏面 都做了那些兒子女兒 或者其他家庭的兒子女兒 師父等等 都全部被她 還有周柏豪 全部都被她抓起來 來自願地贊助我們當晚的抽獎目睹 大家玩得很開心 她就是一個很懂得搞好氣氛的人 其實她除了還可以唱歌 更加可以做主持人 我覺得她是一個全民的演員 還有她是很愛護家庭的 她跟丈夫結婚之後 在五年裏面 生了三個小朋友 好厲害 並且我們拍這個電視劇 她就很掛念最小的小朋友 當時只有幾個月大 於是就經常帶上去拔山 跟她一起住 並且帶她去拔山 我們經常見到一個小寶寶 很有趣的 大家在這裡玩和抱著她 所以她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也很樂觀的人 也很愛家庭的人 也希望她的家庭事業都很美滿